日前,4月14日,现任TVB总经理曾志伟迎来70岁生日,当天,有超过200名艺人出席,为其庆生,现场星光翼翼,堪比台庆,曾志伟一身黑白着装,容光满面,比划着70岁的pose任由记者拍照,看他表情,虽不如鼓吸却童真为你,样子搞去可爱,十足老顽童一个。 不过在现场令人感到有些不解的是,前来参加派对的艺人们均穿黑白服饰,这好像与祝寿这样的喜庆场面有点不太搭,在外人看来也难免会产生些许质疑,难道就不怕曾志伟对此心生介怀之意吗? 原来这是志伟哥的友谊安排,确实另有心之人虚惊了一场,随后曾志伟还透露大碗的主题是不醉不归,这与往年的生日派对有着大不同,而为了让主题落到实处也想出了一个新招。 第一,因为太多艺人,也有很多朋友不同地方来,我护议大家就是第一,不要拍照,就算真的很想拍,而艺人愿意跟你拍的话,都不要放上自己的朋友圈,什么的,Facebook那些,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珍藏就好了,希望给一些多些空间的艺人,大家这么给面,大家来都是想尽量的,因为我来知道的,我来圈中人就是说,一天他上机,大家就不敢玩的,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,因为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,所有人全部收起电话,希望不要有一些,